大家好 我是桶哥 今天我要為大家試駕 就是後面這台 FUTER TURNEO CONNECT 之前呢 桶哥好像真的沒有開過像這樣子的車型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幫大家好好的試一下 這部MPV開起來到底是怎麼樣 首先呢 它所搭載的是一顆1.5升 Eco Blue的渦輪柴油引擎 然後它的馬力呢 120匹 扭力最大來到27.5公斤米 而且它的油耗 一公升可以跑18.8公里 我家的小Roomster好像輸掉這一條 車頭部分呢 我們的頂級玩卡版本 搭配的是LED的日行燈 還有一個HID的頭燈 相對之下其他等級是以乳素燈為主 下面還有霧燈的設計 那霧燈呢 跟水箱護罩都有鍍鉻的設計 而且霧燈還有角落照明的功能 再來可以看到是它的圈胎設計 當然採用鋁合金的輪圈 而且可以看到嗎 這個碟盤基本上 已經把整個輪圈塞滿滿 那搭配的輪胎呢 是Canti Premium Contact 2 它是一個205 60 R16的尺寸 這部車的側面其實重點就在於 它雙側都有滑門 所以不管是人員或者貨物都很容易進出 那滑門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搭配了電動窗 這是其他競品所沒有的喔 車頂上呢當然有行李架 而且呢屋頂上可以看到 是一個全景的玻璃天窗 車尾的部分呢 當然可以看到直列式的 整個乳素的尾燈 那你有沒有發覺它車高度超過1米8 所以下地下室停車場是要注意的喔 但是當然優點就是說 有非常大的開口喔 讓你可以很輕鬆的放置物品 而且呢絕對不會淋到雨喔 它的特色呢就是它後座空間 可以做一個完全平整化 而且呢所有的椅子都保留在車內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有特色 那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喔 所以看得到嗎 整個平整化設計 但所有的椅子都還留在原來的位置上 這麼大的行李箱空間 當然可以輕輕鬆鬆的把所有的物品放在車上 但更重要的是 其實車邊還是可以坐人的喔 好相較之下呢 桶哥的Roomster也是放得進去啦 但是當然這樣所有的空間就用完了 好坐進車內呢 可以看到不管是車高調整 還有椅背調整 還有前後都是手動的喔 而且呢它的布椅其實做起來 還是很舒服的喔 我最喜歡是它的方向盤 雖然不是真皮包覆 但是還是有縫線 然後呢其實重點是所有的控制 基本上操作都在雙手可及的地方喔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喔 它使用上是非常方便 再來可以看中控台Sync 3的螢幕 有沒有發覺它跟Focus 好像差了一點點尺寸上 但是呢其實功能上全部都有喔 包含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儀表版部分還是屬於雙環的設計 但中央確實有不同的螢幕顯示 基本上跟這一代的Focus是一模一樣的 在頂規版本呢 其實無線車充還是標配喔 如果你是賞夕陽 當然它是很漂亮 但是在開車的時候 它是非常扎眼的 所以呢這邊有一個 我發覺這絕對是公車級的遮陽板 而且呢 可以隨便調整 另外一個專屬空間其實就是這邊 可以丟下任何東西 但丟下去就拿不到了對不對 對這邊還可以幫你推回來 介紹完前座空間 當然要介紹後座空間囉 後座空間呢可以看到嗎 其實坐起來非常的直挺喔 雖然它的座椅材料跟前座一樣 那可以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杯架 然後呢中央扶手還有杯架 所以這個基本上都非常及格 而且呢這邊還有一個小桌子 當然放咖啡啊什麼都可以用 那這邊有個12V的電源供應 所以USB轉換器起自備囉 那頭頂的視野呢 因為它是頂級型的 所以它有搭配全景天窗 坐在第三排空間呢 不要以為你是受虐待喔 因為其實西部空間 頭部空間都非常好 而且呢 對不起 後座可以後躺喔 所以上車的時候 記得先往後面的這一排椅子搶喔 椅子還可以前後移動喔 所以如果後面沒坐人 你可以增加後行李箱的空間 而且呢這邊也有杯架 還有另外一個置物空間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呢 在山路上體驗一下福特Turnio 它的操控怎麼樣喔 那統哥呢 這麼多年來 在秋名山上 居然沒有開到一台真正的MPV喔 而我現在開的這台Turnio呢 它真的沒有所謂的 這種商務車感覺喔 那你當然看到空間啊 有一些設計是有 但是它的操控開起來 尤其這次搭配的這個 後扭力量的懸吊喔 反而沒有一些彈跳感喔 我覺得這個的調教真的是蠻特別的喔 像這樣子的設計 因為它的荷重需求喔 你的後懸吊 不管是避震 不管是彈簧喔 都會設的比較硬喔 那相對之下呢 過了任何的不平順的路面呢 你就會感覺到彈跳感喔 不管是直直開或者是在過彎的時候 但是呢 我們現在在開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覺得說這部車 後面配的是扭力量的感覺 反而有一點點那種 獨立懸吊的多連感的感覺 因為它完全就可以感受到你 不管你是左右轉 它都有很好的貼地性喔 而不會說 我們在這個 裝了扭力量的懸吊之後呢 你會發覺說 我在過彎極限的時候 它會側滑 側 側 側 那種段落性的側滑 在這個部分呢 它的懸吊舒適性 加它的操控器 其實覺得非常突出 非常有特色喔 那這次的ECO BLUE 1.5升柴油引擎呢 它120匹馬力 但是27.5公斤米的扭力呢 其實在山路上感覺到 這就是柴油的優勢喔 尤其它搭配的是 8速的手自排變速箱喔 而且呢 它還有很特別的 加速減速檔 就是在你的排檔桿上喔 而不需要往前推 往後推那種感覺 扭力我覺得是很夠的喔 尤其是這種車 因為你畢竟是要載人的 載貨的 所以好的扭力喔 是非常OK的喔 你看它出彎的時候 還會關一兩下 這就是柴油車扭力的表現喔 所以不是只看馬力而已 120匹其實的柴油 在這樣子的車上是很夠用 而且1.5的碎金也有優勢喔 Turnio它這次給我的操控感 真的沒有讓我失望 而且甚至於有點小小的經驗喔 能有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這樣子設定的MPV來說 已經是非常好的結合了 當然我們開福特Turnio呢 最重要的是它的on road的感覺喔 在一般道路駕駛 它到底感覺怎麼樣 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感受到它的視野 其實非常寬廣喔 你環景啊 不管是A柱啊 它的位置其實都非常的OK喔 而且呢 因為它是MPV 它並不是像SUV高高在上的感覺喔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廣度 其實反而有點像那種開巴式 小巴的那種感覺 但是好試喔 那彤哥也有發覺喔 有一個非常實用的小配件喔 就是它除了倒後鏡以外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 從上面可以放下來 小小的環景哈哈鏡喔 可以讓你看到車內的乘客 甚至於所有的窗子喔 所有的死角它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要感受到它的舒適性喔 我們起步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感覺到 柴油引擎自動起閉 它有提供一些柴油感喔 但是你開起來之後呢 其實是非常順暢的喔 那我們壓到一些窟窿 其實它的反應也不錯 雖然我們現在是空窄喔 但是我們坐起來 其實後軸的彈跳還是很小的喔 福特有非常強調 它的扭力量有特別的調教 但是我的感受就是說 在一般道路上開起來 它其實真的是有像 房車一般的舒適性喔 而不是說你是坐在一個 好像是商務車 或者說是一個卡車化 載重的賀重的那種 商務車的感覺喔 就是一個長軸的舒服的房車那種感覺 那當然啊 Kernio它有標配喔 Colpilot 360 Technology 那包含了ACC 還有這個車道偏移警示 當然ACC並不是全速域喔 在控制鈕的部分呢 其實在方向盤的旁邊喔 也是非常舊手 而且呢我看得到 它還有顯示TSR 就是它可以辨識交通警示牌速限 嘿那我們再來感受一下 就是它的後座的感受 第二排的部分 空間當然沒有問題 而且很明顯的頭上有個天窗喔 所以視線感覺都不錯 跟前座比起來 它硬了一點點 但是我們現在講真的 我們現在路面其實是非常爛的 我們在慢車道坐 你還是會感覺到一些震動喔 那統哥現在坐在第三排座椅喔 那可以感受到座椅的舒適性 其實跟第二排差不多喔 相對之下跟一些5加2的比起來 不管是膝部空間 不管是腳部可以伸展空間 其實都自大贏喔 其實就算是我坐在後面比較高 但是還是有兩個頭的空間 然後膝部也有兩個拳頭喔 所以基本上 整體表現後面的五個椅子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喔 不會說因為我坐在後面 就是比較受罪喔 那試駕完之後呢 其實整體上來講 Ternio它的操控性能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滿意的 而且甚至有點驚豔喔 以這樣一台 可以有這樣子的空間 還有它的使用起來 不管是載貨乘客都非常適用 但最重要的是 它其實是福特Transit 也是Traveler的一系列喔 所以在市場上 絕對會給所有消費者 一個很棒的新選擇 喜歡統哥節目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PIT63 而且打開小鈴鐺通知 這樣就可以有最新的節目通知喔